MING PAO TORONTO 徐志華 當這個紀錄教遲緩 我們一向都遲緩 在差不多十多年前 十二三年前 應該是第一批接觸天主教的修律 引進一套學書 叫Anygram 中文就更多人認識 九形人格、九處徒 很多的翻譯 七、八年前我們去北美 見到New Age那一欄的書項 所有的Anygram 與你的職業 Anygram與你婚姻 所有的Anygram Anygram可以解釋你這個人生 一切 性格、命運各方面 然後改善自己 紀錄教遲緩 差不多五、六年前開始 才開始在香港盛行 又盛行輔導 又盛行Anygram 有些人說自學Anygram寫書 已經到第七版 不斷推 但大家忽略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其實Anygram本來是來自尖聲學的 我覺得很奇怪 特別是靈欣 零零的那一批很有趣 我有很多靈欣朋友 很好 有些很有趣的 問他 10月新潮是屬甚麼的 他說 我屬主的 哈哈哈哈 就是豬 豬 不是屬豬 不是我屬主的 10月新潮是 你覺得這件事是很不能接受新潮 或者很多人說星相 誰是星座 星座跟10月新潮很不同 特別現在 很有名的那幾個大師 經常在香港說話 幾千人聚會 10月新潮是Evil 這是對中國文化完全不熟悉的一個人 你在外國浸鹹水 先研究一下 你想想你幾年出生 我幾年出生 我們是關不了關係的 你1967 我1977 30年 不好意思 問問 我們中國人很厲害 你屬甚麼 你屬龍的 我也屬龍的 一是同年 一是12年 一是24年 一是36年 看你樣子都不像了 就是這樣 即是突然拉上了關係 大家不用記數字 因為當時你懂得數字的人 農民多 他們是圖像 去理解 這樣拉上關係 去記每十二一個單元 事實上 連這個星座運程 如果說真的 現在的應用 都是運用在這個情況 就叫做溝女 哈哈哈哈 即是在說打關係 即是說你屬甚麼 甚麼星座 又是 你所描述的性格 又很像 其實在某程度上 大家都不去追溯 他的內緣 但最慘是 香港推行的anyway的人 我覺得到了極點 我們怎樣做一個 spiritual formation 透過九處徒 去理解這個性格 之後 來一個熟靈操練 我就提出質詢和疑問 蘇聯操練最終目的 一定是 像主耶穌 然後我問 耶穌是幾號仔 哈哈哈哈 你回答不了我 如果你回答到我也會死 如果耶穌是九號仔 我是三號仔 永遠我都不會變成耶穌 哈哈哈哈 我就很失望了 一號仔也會死 我覺得這個 在用途上 已經是 不可行 但是 就是欺騙信徒 就是有些誤導了信徒 去走一條這樣的路 這件事不可行 第二個來源本身有問題 是尖聲術 然後你說 還用加以文神學說 所有文化 所有好的東西都是從上帝而來 所以我們扭轉一點就可以了 例如聖誕節 也是把太陽神那天改來 這些突然間很快 這些在邏輯上的謬誤 就是一個大前提 就跳進去結論 這個過程不用處理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我們用炭和牌玩 什麼都可以 升了也可以 遙龜學也可以 最慘的是什麼 因為遙龜是可以的 你想想聖經在舊話中有污靈土明 哈哈哈哈 我一說就有 我不是說我可以 根據他們的邏輯是真的可以的 最慘的是 在九陽人格中 我們在心理輔導中 最大的問題是定了形 所有性格分析是不會定型的 如果是在學術界 很可惜是北韓毛Sir 不懂這些 自己又不想付錢 又不想學東西 就用這些免費的東西 我覺得很大的誤導 現在在信徒之間 不是談什麼 一談就說 你幾號仔 你三號嗎 他四號 他五號 難怪他這樣 跟聲座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整個對話 就是他比聲座差 聲座有十二重 你聲座有什麼 上星星座 太陽星座 月亮星座 哇 有黃道十二宮進來有什麼影響 就是這樣說 其實你能不能夠把人的性格 真的只是分為那麼多類 是 這件事 就是一個普通常識的人 都知道 拿來講笑而已 如果你認真到 推到一個 熟靈的層次 追求靈性的層次 就更加拋穿頭 我還說什麼 還引經據點 說彼得應該是幾號仔 約翰是幾號仔 摩西是幾號仔 我覺得 全部性格人物被冤枉 事實上是有個內在問題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這樣說 這個說法就是你可以憑己力去成勝 這就是所謂的新紀元運動當中 我自己可以成為神 我的風格是很大的 這個是同出一脈 由於你所說的就是因為它是尖卜術、尖清術 然後由一個新紀元運動裡面衍生出來的東西 其實大家知道精神在哪裡 精神就是所有人都是神 一個這樣的概念 裡面有一個小宇宙跟無窮大宇宙連結 所以他們可以去meditation 以及吸收日語精華 還有不同宗教的人互相通靈都可以 在這裡打造的時候 你就找釋迦牟尼 我就找耶稣 他就找甘地 都可以的 這個是極度恐怖的事情 在那邊 我進來 教會 我進來 有很多小宇宙 沒人 那裡